台南地检署等单位今天清晨 持搜索票大动作前往前台南市前一长 郭信良的服务处搜查 因为他遭人检举卷入土地重划弊案 有不正当金流来往 检调兵分多路搜索 包括市政府地政局还有市议会 总计带回了十多名相关证员进行征讯 大批检调人员来到前台南市一长郭信良 位在安南区的服务处以及住家 进进出出来回搜索 检调人员态度低调 搜索行动从早上七点持续两个小时 随后穿着水蓝色上衣的郭信良也现身 脸上挂着笑容 态度轻松要检调人员不要为难 随后郭信良被在往地检署配合调查 而同时间检调也来到台南市府搜查 据了解郭信良疑似涉入安南区土地重划弊案 被检举有不正常金流往来 相关涉案人超过十个人全被带回征序 由检察官亲自带队前往前议长议会办公室 服务处及住处等 及台南市政府地震局及相关涉案人员住处 共十余处执行搜索 带回相关涉案人及证人共十余人进行征讯 关于本案市府的立场是尊重司法 误网误众 市府强调误网误众 而检调大动作搜查郭信良查扣相关证物 究竟背后藏了什么利益纠葛 还有待调查厘清 记得红柿台南报导 除了 红柿台南报导